香港有不少的雙職女性 同時要兼顧家庭和工作 經常處於一個很疲勞的狀態 都很容易有周身骨痛的問題 今天很開心請到註冊中醫師丁浩 和我們分享關於女性條理的問題 丁醫師你好 你好 其實女性在不同的階段會有哪些很常見的痛症 其實女性在不同階段都會遇到很多不同的痛症 大概十歲開始已經有機會出現有偏頭痛的情況 因為偏頭痛很快年齡大概十至五十歲都不等 但是女士出現的機率比男士大約有三倍左右 接著就是青春期的時間 女性就開始可能會出現一些驚痛 離經前後可能有些不適 尤其剛剛開始進入青春期的時間 身體那個學業務水平又不穩定 可能一些月經前後 那個周期那些又不穩定的時間 出現疼痛的機率又可能會高一點 接著之後再大一點出來做事 遇到的壓力可能會比較大一點 很多時候就會加重之前所說的一些頭痛 甚至一些胸悶症狀 還有在職女性很多時候都比較忙碌一些 他們經常會我們叫做一些伏案工作 在台面上做事 很多就會出現一些頸巾股痛 或者坐得太長時間之後會出現一些腰痛 甚至左股神經痛的情況 再去到下一個階段 可能結婚了 生小朋友了 生小朋友的時候 懷孕的時間 或者懷孕後 或者產後 她出現一個叫做媽媽手的病的機率又會高很多 如果她本身有一些高血壓 即是淫上的高血壓 或者一個 underlying的 是一些 雷風濕性的關節炎那些情況的話 她出現這個媽媽手的機率又會更加高 所以 整個女性的生涯很多都圍繞著很多不同的痛症 隨著年紀再大下去 我們終於說 那個乾腎 即是年紀大了 那個乾腎開始會不足的時間 會出現這些腰痛 膝頭痛 我們說腰膝痠軟 經常覺得 好像一翻風下雨 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那些所謂的風濕痛 這樣的情況 也都視乎公種 有些是很固定一些位置的 或者反覆一些小動作 引起的一些勞損的時間 各種不同程度 各種不同程度 不同情況的勞損 都有機會會出現 那大概 整個人生 會遇到不同類型的痛症 那其實 對於剛剛提過的痛症 有沒有說 其實是有些什麼原因去導致這個問題 其實中醫看痛症 那其實很 很想看一件事 就是看那個病人在哪裡 那我們都分回一些內在的因素 或者是外在的因素 內在因素 那有時候我們以痛症為例 即是熱症痛為例 那很多時候 它是一個內在因素引起的 那都離不開 要不就是我們分三類型 一個是兒子 一個是虛 一個是亂 身體那個狀態 那很多時候 以最常見的情況來看 那現代女性很多時候 就是飲凍食會比較多 穿衣服 因為現在 衣著文化不同了 那開始 衣服比較漂亮 腦出來的地方 可能會多些 受寒的機率又會大些 那大家都混在冷氣房裡做事 那變成整個身體來說 那個陽氣不太夠 那陽氣不夠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出現一個 叫做身體偏寒的情況 那會有一種叫做寒型血雨 這樣的狀態 那令到我們 離穴經歷都不太流暢 那在這個情況下 就特別容易會離得痛 或者那個月經可能會隔久一點才來 平時28天 可能變成30天 30幾天 甚至整個幾月都來不到一次 這樣的情況 那這個其中一種類型 那另外就說 如果他有些就是受過傷 或者那個精神壓力太大 那會影響到我們那個乾氣的運轉 那情緒也是對我們身體 譬如說一些痛症的影響都很大的 因為我們乾氣屈結 那屈結就是結住 那就是我們令到氣機會滯住在這裡 所以剛才所說 一個一個虛一個滯一個亂 那滯住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那些氣咸得不暢順的時候 就容易痛 那這些痛 通常反映了是一些 脹痛的 很多時候覺得 鼓住的 頭或者脹 胸口 或者離穴經之前 乳房會脹痛 那這些情況 那我們就會說 是一些氣滯引起的一些問題 而氣滯 比較多機會的 就會跟我們的肝 或者跟我們的情治 會有關係會多些 剛才說了一些內因的情況 那一些外在因素 外在因素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看看有多痛症 看看我們 究竟怎樣使用我們的身體 譬如說我們坐姿勢 會不會說那張椅子 經常都太高太低 或者 腰的位置沒有承托 那你坐下來 可能你坐15分鐘 你不覺得有問題 但是你一天坐十幾個小時的時間 就會出現一些 出現一些問題 那日積月累下 就開始會形成一些勞損 甚至令到那個關節 可能脊柱 可能會有些改變 還有那個肌肉 可能會過到僵硬 那欠缺一個彈性 那也會引起不同種類的痛症 即是女士經常遇到的痛症問題 中醫來說 有什麼特別的治療方法 如果女士經常遇到的痛症問題 中醫其實都有幾多不同的方法 去做的 那比方說 那前提就是 找到那個原因 那我們通常 分析一個病人 是什麼情況引起的 或者按他的體質 去做一個處理 那通常就是 你本身的人的底子 去做一個處理 那可能有些人是 偏寒的 有些人偏熱的 有些人濕很重的 或者血雨很多的 那我們就按這個體質 做一個底子 那再根據當時的情況 那就是一個 一個根本的情況 再加上一個 新加下去 隨著時間 隨著當下的情況 擺下去的一些狀態 我們去到 可能去處方一些藥物 那譬如說 一些寒症的痛症 那我們可能會用一些 新熱的藥的 譬如說一些薑 那有時候會用到一些 腹脂 再熱性多些的 那或者想令到 他那個 氣血行得好些 或者是一些 補血活血的東西 那可能會用 當歸 紅棗 穿弓之類的 一些藥材 這樣去到 去到幫助他 那如果他本身 他已經是很燥熱的了 那可能我們 反而會用一些 清熱的藥 進去 那也都有的 譬如說很多 很多 他痛起來 會發滾的 那 那些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 加上一些 外洗的藥物 外洗的一些 譬如說銀花疼 或者一些 苦心之類 那這個就同一時間 有時候 他紅起來 他的皮膚都 皮膚都紅了 那有時候 他痛的時候 整個肢節 是很熱的時間 那我們會給一些 中藥的外洗 的方法 他可以去到使用 那另外 痛症 很多時候 第一件事大家都會想到 和中醫有關的 除了吃藥之外 就會想針灸 那其實針灸在治療痛症上面 都是佔了一個 挺大的席位 還有他可以做到的 事情都很多 那除了說 因為針灸 有很多不同的用法 那譬如說 我們落針 是針對一些 比方說肩膀痛 那我有一些很簡單的肩膀痛 我們就針肩膀 那針肩膀 那針肩膀的時候 那有可以按肌肉的走向 去到去到選擇一些盡針點 那也都有一些是按一個經絡的 沿著一個經絡去調整整個經絡的壓力 的一些方法 那另外也都有一些 甚至他不是真的單純看肢體的問題 那是看回原來你的身體 是因為你的氣血很不夠 那所以你出現 甚至不是單純一個位置 和很多地方痛的時候 那我可能會考慮 以一個 可能在腹部或者背部 進行一些針灸 就令到整個人的體質 整個人的身體內的狀態有提升 即所謂一些補氣的針法 或者我們一些去風散邪的針法 也都會有在這裡用得到 那另外 痛症 尤其是香港女士痛症 很多時候都跟這些寒性的問題有關 所以我們有時候都會建議病人去做一下癌咎 癌咎 因為癌它本身是一個溫性的藥 而它燒出來的熱力 那它可以做到一個熱膚的作用 而且癌本身它有一個消炎陣痛 以及一個溫經通落的作用 所以有時候一些炎症引起的痛症 甚至是一些 譬如說 肩周炎 它們叫做一些冷凝肩 整個好像硬了那些 那我們都會建議它 要麼做熱膚 要麼去做一些癌咎 去到幫助它 好像融了那塊冰 去到幫助它那個疼痛的情況 那如果就是拔罐呢 中醫很多時候都會拔罐 是否都是真的 專門針對濕重 還是其實都可以調理身體用 拔罐其實除了 大家都覺得好像拔罐用來吸濕 那很多時候 為什麼說濕重就是拔罐呢 其實濕重是 就是大家覺得 他人好像很重重醉醉 很累 那樣 而拔罐其實可以活化 那個局部經絡的氣血 那也都 它那個負壓呢 也可以好像幫我們按摩那個肌肉 那樣可以改善我們局部 那個肌肉那個張力 降低它的張力 還有有時候 它吸了下去 它起了一些沙 那個灌印 中醫角度就視乎 它那個灌印的顏色 可以反映回去 當時可能是風重一點 可能濕重一點 雨多一點 如果女士 想做一個整體的調理 或者可以 想預防各類型 這些身體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說 有什麼方向 或者平時可能做什麼 喝什麼湯水 其實現代女性 我這樣看 其實大家都是普遍 很多人 那個生活習慣 都是困在一個冷氣房 都是比較 偏寒性的一種生活 所以你說去防止一些 痛症的發生 那我們首先就要 糾正回身體的偏症 先 因為剛才所說 我們身體偏寒的時間 特別容易 就是那個氣血循環又不好 或者肌肉特別容易崩緊 容易會出現一些炎症 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首先 盡可能的 有一個養成運動的習慣 透過一個運動 去到帶動他身體的氣機 然後第二 這個挺有趣的 就是我都很常會建議 病人去曬太陽的 是的 不是說真的一定要走出去 曝光的那種 但是接觸多一點點陽光 因為大家 現代人都知道 上班 太陽都還沒有出齊 現在下班就一定是天黑的 是的 所以你接觸陽光的機率 比較低 接觸陽光的時間 少的時間 你身體的陽氣 也都同一時間會下降 是的 在這方面去到 進行一個少少的調整 另外飲食方面 可以 諮詢中醫師 了解一下自己的體質 是怎樣的樣子 按自己的體質去飲食 亦都可以 就是一個比較大腦一點的看法 那就是 飲食均衡得來 那個偏性不要太大 譬如說你一餐 有一些是比較寒涼一點的食物的時間 那你不要整餐 全部東西都是那樣東西 或者連續幾餐都是吃一些 一些很 一些生冷的 一些一些 我們說偏寒的 譬如說一些白菜仔 一些 河螺 聖子 這些都是偏寒的東西 那可能你吃了一餐 是多這些東西的時候 那另外那兩餐 你便吃得 比較 平和一點 或者偏溫一點 就是等於那些人 吃大閘蟹之後 喝薑茶 或者喝過花雕酒 或者現在可能有其他選擇 但是 都是用一個這樣的概念 去平衡 主要都是 令到我們身體 達致上一個平衡 盡量吹緊 一個正常的體質 那就可以避免一些痛症 或者病痛發生 那最後就想問一下 意思呢 其實會不會有些什麼 茶療 推介給大家 女性去調理身體用 其實都有一些比較簡單的 一些茶療 可以用紅棗 桑神 和迷迪香 即是Rosemary 可以做一杯很簡單的 好像香草茶 去喝 那其實它 它本身這個作用 其實就是用來養血 很多時候也是 血虛 或者比較寒一點的症狀 那桑神 它除了養血之外 也都有一個 補乾腎的作用 那這個乾腎 在我們女士來說 也是很重要 去調整整個身體 包括乳經 或者一些情緒 上面的一些狀態 而迷迪香呢 本身就是用來 提升免疫力 還有它的香氣 令到整個人 可以感覺 可以精神一點 清爽一點 很多人都問 其實來月經的時候 吃不吃紅棗呢 其實都可以吃的 那只要你不是說 本身那個人 真的好燥熱 出太瘡 或者那個月經量 非常的大的話 那其實 月經期間 吃紅棗都沒有問題 那類市呢 要好好保養身體 除了要有適當的休息 吃有營養的食物之外 都要保持做運動的習慣 那才可以身心健康 和痛症趕拜拜 今集就去到這裡了 謝謝丁醫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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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